Hello,大家好 有朋友看到我之前的两期水培种植的评估 说觉得挺麻烦的 每天都得关照它 喷好多次水 还得注意通风 问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最简单的 不用太花时间打理的 评估用土种植的办法 我们一起看一看吧 首先找一个底部戳了小孔的盆子 放一些湿润的圆土 把之前水培过的苹菇棒 掰开两半放入土面 填满圆土 放入室内的角落 等待十天后 它就出菇了 有朋友问到 到底它能生长几次呀 从理论上来说 营养足够 就能无数次生长 这个苹菇棒 去年我是11月1号 花6块9毛9美金 购买的水培石 涨了三次 14天之后 长大了一些 然后再等到15天之后呢 因为有两处都长了菇 为了不影响它们彼此的生长 先把大的掰掉 我把切下来的根 来再做一个实验 在土壤里找一个位置 把它们埋起来 看它会不会再长 再喷一点水 让这些土保持湿润 第18天之后 这批的菇也长大了 这次摘得晚了一些 菇伞变薄了 那我就拿它来做一个 平菇蛋花汤吧 把姜跟平菇放入一个锅内 把清水放进去 开火把它烧开 准备一个鸡蛋 把它打散 锅内的水开之后 把盖子打开 把蛋液倒进去 搅动一下 加一些盐 放葱 然后关火 加一些麻油 就可以了 美味清淡的 平菇蛋花汤 就做好了 而在土壤里的平菇呢 又重新开始生长了 要提一下 之前在土壤里埋的 切下来的根 就没有再长出菇来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